装人傻 当然是方笑语的事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走了 表哥 出事了 你看 这么慌张 干吗 给我什么人送个礼物 这不很正常 这可是方笑语 你不生气吗 女朋友都要被抢走了 爱一个人就要相信他 小孩 轩哥 我不是让你早上七点过来接我吗 人呢 对不起啊 轩哥 我今天 爱晚了 不 轩哥 我就是出来之前有点拉肚子了 然后所以就 轩哥要不你 你骂我一顿吧 您打我一顿也成 您这样我 我心里不舒服啊 你迟到了十七分钟 在车上废话了三分钟 轩哥 轩哥 你说把你工资拿出来给大家 来个团建 怎么样 我错了 我也不是 健康哥 不 我 曾年 当你感觉到泪 我是你最柔软的枕头 我想要 你亲口说你也爱我 我是你在无尽的眼 崩裂的烛火 今天的巴黎 夜色很美 如果 你能和我在一起就好了 本来刚刚想发信息给你的 又怕你再忙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在这里讲给你听 今天 莫菲 我想跟你聊聊今晚的事 什么啊 装傻 当然是方笑愚的事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走了 我哪知道啊 少来 你就跟我说说嘛 我都好奇死了 今天安德烈好心好意 给方笑愚过生日 他为什么要走啊 是吃这样的 今天方笑愚来我们学校讲课 刚好赶上他过生日 然后安德烈就组织班上的同学 一起吃饭帮他今生 结果你猜怎么着 他知道后就走了 然后场面就变得特别尴尬 我吃完饭回家 就碰到他坐在楼梯上 一想到上次他救了我们两个 我也没什么表示 我就顺手用中国节编了条鱼 送给他当做生日礼物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 我送方笑愚生日礼物 如果你介意的话 我下次就不送给他了 干吗呀 这么忙都不忘吃醋 小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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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叔 你走慢点嘛 谁让你跟着我啦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生气嘛 难不成你体重反弹了 你找死啊 你诅咒我 用吗 你诅咒我长胖 这个我不是 我不是想不到乱餐吗 那你直接告诉我吧 好不好 你那天是不是去跟卡丁喝酒 还跟他唱歌 对啊 我不是喊你去你又不去 你 你是不是傻呀 到底怎么了嘛 我不喜欢他 你以后不要再跟他玩了 好 就这样 那当然可以了 没问题 我答应你 你这两天不理我 我真的是都要闷死了 真的吗 好啦 我答应你 那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算你试想 不生气了吧 等会想吃什么 还带你吃 快 你 你又怎么了 你火了 你快看快看 你火了 你火了 你小声一本杂志还一本 国产男模之光 哇塞 这么高的评价 这个这个记者太夸张了 讨厌 不是你这个活动真的参加对了 现在的小姑娘都喜欢反差萌 什么萌 什么萌 就是你这种呀 踢台上是静域系男神 踢台下是自带萌点的小奶狗 什么玩意儿 听不明白 直男 我还是看杂志吧 还是封面比较好看 是 是吗 可是别人都说我本人比较帅啊 对了 之前不是有人推荐你去当演员吗 你知道这个趋势真的可以啊 演 演员啊 对啊 我不太想当演员 为什么 我不想拍过一戏 什么 你说我还在呢 莫凡投学你这么少女啊 不过讲真的 我是觉得当演员 得去扮演很多不一样的人 她就说不一样的话 那我呢 我就只想当我自己 所以我只能当模特了 那你和凯曼签约的事情想得怎么样了 我也没想好 不过 我可能得等我姐有空跟她谈一下 小姐 这本杂志你要不要呀 你都看了半天了 要要要 这些 还有这些我全都要 你里面还有吗 你有多少我买多少 真的 真的 我全都要了 好好好 你买那么多干吗 我留着做经验呀 还可以到处送人呀 多光宗药组的事情 多光宗药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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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紀元 何